欢迎回到最优化课程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堂课讲的是介绍相关的概念 首先我们要介绍如何在数学当中表达优化问题 第二呢,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最小二层和现行规划来解释优化问题 第三,我们要介绍什么叫做出优化 第四,我们会通过一些例子来给大家讲前面讲的这些概念 第五,我们会讲非线性优化问题的介绍 非线性优化问题 第六,我们会介绍一些关于突优化的解释 首先我们就来讲一下在数学当中我们如何描述优化问题 我们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数据理合的问题 假设在实际当中我们经过测量在一些位置上 DI的数据上 我们测量到的数据是YI 我们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数据 I是从1到N这样的数据 那我们现在希望找到一组函数 可以比较准确的拟合这些数据 当我给你一个输入的时候 你能给我比较准确的一个输出 那我们假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形式是这样子的 假设这个函数是HZ就等于1 求和的接约从1到M AZ这个码 WJZ加上BZ 好 这个四个码这个函数呢 我们把它认为一个Renove函数 0到Z 它的函数形式是这样的 在小一零的位置 它就是零 小一零的位置 它就是零 在大一零的位置 它就是Y的X 所以这个函数非常简单 相当于说 我是用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 把它叫做Renove这种函数 的求和来自你和你的目标 那这个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 两层神经文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呢 是我们希望 这些数据点 我们的目标 是希望 我们能够得到 希望我们的输出 能以采样一致 尽量靠近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目标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当 每个目标函数 F0X 它就等于 我们把这个目标 写成一个数学形式 这个数学形式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们把它叫做F0X 其中呢 X它就是我们的参数 我们希望调这么些参数 使得 我们的输出 以我们的采样的致命 这样的靠近 怎么去衡量这个呢 假设我有个输入的话 那么这个输出就是H0Z 减去我的YJ 它的平方和最小 比如说J从1到N 这样 然后N分之一 假设我希望 我的距离尽量靠近 我这样一堆彩点 我希望找到一个函数点 和它 它离这些点的距离 最近 最小 OK 然后这里的X呢 就是我们的参数 我们需要找到这种参数 好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minimize 这个F0X 这F0X呢 它实际上就是从一个 我们再假设N那个3 M的话 它就是一个从R N一个R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并不是可以随便取这些AWB 这些参数的 比如说最简单 我们希望这些AWB啊 它不要那么大 如果太大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函数太奇怪 怎么样 所以我们希望对这个参数 有一定的限制 那么这些限制呢 我们把它写成 subject to J X 小一 等 B J 从B 到 这样的限制条件 这些限制条件还可以是 比如说我要去这些W 它实际上都是理线的 它只能去 比如说0 0.1 0.2 0.3 这样子 当我在这个一个小的上面上去 拟合自己函数的时候 实际上我要便利的东西就很少 这样我的代价就比较少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写成一个目标函数 加一个限制条件 所以 X呢 是我的优化的变量 automization的变量 然后这个F0是我的目标函数 Fi是我的限制条件 Costrain Costrain的 Function 那像是限制条件 那我们需要找的是一个优化解 Ot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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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ution X打 它使得 使得这个F0X最小 并且满足 X满足 限制条件 好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用来再举一些例子 来看一看 这个优化问题 在生活当中 其实非常常见的 那比如说 我们要设计 这个如何做投资资产组合 资产组合 那做资产组合的时候 我们要优化哪些变量呢 优化的时候 实际上是 每个资产上的投资额 投资产组合 这是我们需要的方法 那我们有哪些限制条件呢 比如说 我们的预算 Budget 预算 总共有多少钱 然后呢 在每个资产上 你最多要投多少 最少要投多少 可能有些限制 然后呢 我可能还需要要求 我总的最小的回报 要多少 给你们安排成的 最小的回报 是多少 我最终 我希望的是 在我这个投资当中呢 我的风险是小的 满足我最小额度的 最低风险 如果风险太大 那我可能还不如直接拿去投 放在银行里面 所以在资产组合上 这个优化问题就非常常见 这问题呢 它可能非常之复杂 不过 这个资产的量 有可能是 比如说上百个变量 然后呢 我每一个的要求 可能都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公司是 评级是比较好的 有的比较差 那我对不同的评级 的资产呢 我可能给的上线 跟下线还不一样 那 这个 比如说这个 我可能还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它的最小回馈 不能小于我银行的 这种定期存款 所以这些加起来以后 这种解 并不是我们通过眼睛 就能够很容易看出来的 它可能需要我们 进行比较大量的计算 所以这种优化和问题的化究 比较常见 有可能很简单 也有可能很复杂 再来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设备 设备的尺寸设计 那么你有的变量呢 你的尺寸的长跟宽 这是你需要去优化的 那你限制条件呢 是你的工艺精度 然后你工程的时间 还有你能再用的最大面积 比如说 这个硬盘 这个笔记本 它给你的面积 最大就是这么大 你怎么去设计 长跟宽 你不可能 把这个硬盘 或者把这个芯片 设计的特别特别小 你工艺精度可不够 你为了做得非常精细 你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限制条件 那你的目标呢 在设计的时候 你的目标呢 是希望我的功耗最小 能够满足我的功能 但是我的功耗最小 我的目标 再来一个就是 一般的数据理合位置 我们刚才只是举了一个 比较复杂的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hx等于as加b 这样子去理合 你的一些数据 非常常见的 现前回归啊 那么这里面的变量呢 就是你的参数 限制条件呢 就是你参数的一些范围 比如参数的范围 那你可能对数据 还有一些鲜艳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 x这些变量的某种范围 不能小大于某种数啊 不能小于某种数 那么这些鲜艳的支持 那么我们的目标呢 是希望逆合准确 逆合是准确的 ok 好 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例子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了 什么叫优化 就怎么去把一个问题 表达成一个数学的优化问题 你需要有一个 你满街形 一个u 最小某一个变量 某一个顾量函数 同时你这些要理合的 这些参数 它必须满足某一些常见 这样子一个形式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优化问题 然后这边就有一些地址 从这个资产组合 这个设备的尺寸设计 然后数据拟合 所以可见 优化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不仅如此 实际上呢 后面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能把一些问题 表达成优化问题的话 你找到这个目标函数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系统 它们沿着什么样的目标去走 我们就能够理解 这个含书 比如说 我们发现在现实当中 很多系统实际上是 往能量低的方向去走 所以你优化能量的话 你实际上就能够得到 你这个系统的一个稳态 所以一万万点反过来 它可以作为我们研究 这个世界的一种手段 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 就是这样的手段 已经不明了 我也想到